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98新闻台 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这个麦卡锡真的是不服人望 当初他是经过十多轮投票 才勉强坐上众议院议长宝座的 那也是美国史上第一次 经过这么多轮投票 才出现了议长 他当时就跟共和党里面的极右派妥协 就是说 拜托你们支持我 以后什么事情我都听你们 我都听你们的 反正大家都是一个密室协商就对了 然后也答应了一个 导致他今天下台的条款 就是说只要有一个 只要有一个众议院的议员提案 要罢免议长 这就可以成案 果然他就被罢免了 经过这么艰辛坐上众议院议长 椅子都还没坐热了 这个就被罢免了 是史上第一次 有众议院议长被罢免 而且还是被自己党内同志给罢掉的 200多年美国史上 第一次真的是火酒箭 众议院是用216票对210票 通过了麦卡锡的罢免案 那其中有八个共和党里面 自己的同志倒戈 投了这个同意票 那提出罢免动议的 这个议员也是共和党的 是佛罗里达州的议员 叫Matt Gatz 他所提出来就是要罢免 自己党内同志 炮口向内就退了 自家人打自家人 你说有这种事吗 然后呢 在这一次的投票里面 没有任何一个民主党的议员 是支持麦卡锡 所以麦卡锡就不服人望 讲白话一点 就是他当初答应了 这个城下之盟的条款 也导致了他今天的下台 而他也是美国 两次创下历史记录的议长 又经过最多人选举 出来的众议院议长 也经过 也是第一个 这个被罢免的众议院议长 这个美国真的是 什么事都有了 你说为什么民主党没有支持他 民主党人也 那个也很弃他 那个要弹劾拜登的那个案子 所以搞不定 那共和党就很弃他说 这个没有去支持 他们那些极右派 这个封锁什么乌克兰 反正就一大堆 这个共和党极右派要要求的 所以美国现在也是 极左极右两端 也是政坛也是非常混乱的一个情况 那金融市场当然也会受到影响 所以美股就破底 那但美股破底也不完全就是政治因素 他其实还有很多的所谓宏观因素在里面 这等一下我们再跟听众朋友讲 那今天这个台股 你会发现 其实他主跌不是半导体股 虽然说台积电跌很重 台积电又跌到了520了 跌9块跌1.7% 这跌幅超过大盘 但我发现 其实传产股非常弱势 比如说你看到金融股 金融股今天可以讲说带量下跌 国泰金跌1% 富邦金跌了1.3% 那另外除了金融股带量下跌以外 赵峰金跌2% 你要跌得重不重 那另外除了金融股带量下跌以外 塑胶股也疲弱 南亚跌了2% 然后台数 跌了将近快1% 那中钢又破底 中钢已经跌到了24块都要跌破了 中钢跌了2.4% 台化跌了1.3% 此外有一档股票突然重挫下来 之前一直手稳在70块的 大家可能知道我在讲谁 就统一 食品股的统一居然跌了3% 跌了2块1 跌破了70 收67块7 所以你会发现 他其实昨天就破70了 今年更深的往下杀 所以发现传产股其实也都很弱 资金排挤非常严重 资金排挤 都从这些传产金融排挤出来 就涌向了一些特定的 还能维持多头现行格局的一些个股 这个盘氏现在目前看起来是这样 针对大陆年轻人现在流行的 所谓的算计经济学 到底是什么 我们今天赶快来访问 淡江大学财务金融学系的段昌文老师 来听听看 所谓现在大陆年轻人内卷躺平 到什么程度 段老师你好 木豪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段老师这个算计经济学 我倒是第一次听到 您特别先来跟我们解释一下 这是什么 对 那如果说要用我们的名词来看的话 那大概就是精打细算经济学的 或者是说用大陆的语言来看的话 那就是 抠门经济学 或者是说我们这边应该也俗称的 就是很抠经济学 很抠 大家算得很精 算得非常精 不像是我们所理解的说 大陆人这个很土很好这样 一直在花钱 其实我们看到最近中国大陆的经济情况 不是很好 最主要就是年轻人这一块的消费 越来越弱了 那我们看早期 像年轻人都很敢花钱 但是他们可支配的所得 是非常低 但是我们相信说最近中国大陆他的可支配所得是越来越高的 尤其在年轻族群的这一块 那反而我们看到的就是说 可支配所得非常高 但是钱却花得越来越少 这个足以证明说年轻人 他这个call 是就是自发性的产生 而不是被动性的说 因为我没有钱 所以才来节省花费 你就看说他的可支配所得是比以前 也就是说十年来 他的可支配所得是目前是最高的 储蓄率也是最高的 现在储蓄听说到是四五十趴 对对对 五十八 对 拼命存钱 也就是说目前我看到一则的 也就是他的调查的结果 就是城乡的之间 也就是说他调查城市之间 互数的一个情况 百分之五十八的 来到二零一四年以来的历史新高 都想要存钱 也就是说不想要消费了 那这个让所谓的过往的 这个月光族的这些年轻人 其实他们都意识到了要存钱 所以当有人要想到说 要存钱这件事情的话 那不就是感觉到说 未来的不确定性因素非常高 风险意识增加了 所以看到他们的消费情况的话 其实我们也可以来看一下 他们怎么吃 这个我看到一则的报道 也就是说 大陆有很多网红 所以他也出来调侃一下 也就是说 现在不少的年轻人 他怎么省钱 吃的部分 早上喝9.9块钱的瑞幸咖啡 9.9块瑞幸咖啡不算便宜 但是这是 大陆很多三四线城市 9块钱 10块钱人民币可以吃饱一餐 但是他这个9.9块钱的 这个这是人民币 不是台币 瑞幸咖啡的话 他们称为穷鬼咖啡 9.9块称为穷鬼 那我们到那个 7.9跟全家买一杯咖啡 40块钱 我们也很挺穷的 但是瑞幸咖啡 每周三 他9.9块钱的咖啡 是喝到饱 所以喝到饱 所以有人 有消费者 也就是说去点 那个瑞幸咖啡的话 他是一点就点45杯的 所以把整个礼拜的量 全部点完 所谓一点点45杯 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他一周 他只开放周三 是可以喝到饱 其他的我就不能喝到饱 所以干脆我就周三的时候 一次点45杯 一次点45杯 然后拿回家去吗 对对对 是这样吗 对对 可以这样吗 可以啊 可以啊 这也太夸张了吧 喝到饱 他们完全都没有限制 所以现在中国大陆 有很多餐厅的话 他是这样子 就是说不像不像是我们 比方说我们说 吃到饱餐厅 给你1000块钱 你限时一个半小时 他们很多餐厅 现在已经了解到说 年轻人反正 我就开放给你吃 打知名度 可是问题是 很多吃到饱的餐厅 或者喝到饱 你不能外带的 你必须要在 on side 吃完喝完 瑞幸可以啊 瑞幸可以 瑞幸可以 天啊 这也是太佛心了 45杯 一次带走 对 而且啊 沐浩你不晓得知不知道 这个9月 9月5号 瑞幸还连结 那个 茅台公司啊 我知道啊 推出来 茅台咖啡啊 对 他那个叫做酒酿咖啡 对对对 反正他现在瑞幸就是到处连结嘛 这个咖啡在加什么东西 其实早期的时候也就是说 他为什么要去连结那个茅台 其实是这样的 早期的时候啊 很多人看到瑞幸咖啡 他觉得太贵 19块钱一杯辣椅啊 他的辣椅是19块钱啊 他就不会喝 但是问题是19块钱的一杯酱香拿铁的话 他就要喝了 为什么 因为贵州茅台实在是太贵了 你看贵州茅台一股是多少钱啊 他一罐啊 大概就是那个价嘛 飞天茅台 飞天茅台要那个五六千块人民币一瓶啊 但问题是都是假的啦 都是喝到真的很少 刚刚我们提到的是说 他们早餐是这样 是这样喝 喝咖啡 中餐怎么喝啊 中餐吃一顿 麦当劳是13.9块钱的穷鬼套餐 所以他们的便宜啦 很便宜啦 一个什么叫穷鬼穷鬼套餐啊 也就是一个饱一个饮料 那如果一个饱一个饮料 在台湾可能都要破一百啊 通常啊 麦当劳早餐不用 但这个是中餐哦 对 这中餐 所以他们的素食店通常都是礼拜一 是麦当劳 礼拜二是肯德基 礼拜三就顺序排排过去了 这好像是一种一种联合垄断的 的素食公司 好 所以 对中餐 中餐 那晚餐呢 晚餐回家自制白人餐 对 什么叫白人餐哦 那他们俗称白人饭啊 所以白人饭就是 你看那个 呃 欧美国家他们中餐都怎么吃 也就是都吃 都吃那种 没 就是一一一一片面包 夹一个沙拉 这样就好了 要不然就是吃素的 要不然是吃面包就好 就一片面包夹一个那个 对 都是冷盘 夹一片汉 对不对 然后这样就差不多 抹点沙拉 对 就是都是冷盘 而且不用很不用烹饪的 而且 那晚餐吃的还比较寒酸 对反而是吃完之后 他们顺便啊 中国大会最近很流行啊 折扣零食店 嗯 什么叫 那个河马八点半打 打对折 就一大堆人八点半冲进去 买那个 生鲜啊 他们意思是说 我晚上晚餐吃完之后 在家里吃 吃完之后 再出去买这些啊 折扣零食的 这个真的是 很精神 不过我是觉得 这就是现在目前景气不好下的结果 应该景气好了 也许他们就开始就是 这个大吃大喝 不过但我看到大陆也很极端 有钱的年轻人也很敢花 对 他们吃的那个一个套餐 五六百块 六七百块人民币的 其实比比也皆是 我们这边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98新闻台 FM98.1 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其实我已经很久没有去大陆了 以前大概 差不多两三个月会去一次 现在很久没有去了 因为以前在大陆有些演讲啊 活动了 现在 疫情之后都没去了 那没去这个这段时间呢 其实我每一天 我每一天都会上大陆的各种网站 去看一下他们一些当红的一些所谓视频啦 就是一些影片 很多吃的啦 很多讲政治的 讲军事 什么乌俄战争 反正全部都有啦 也有这个讲什么两岸的啦 反正到什么什么都有 就每天大概看个半小时 一小时想看我看想 那刚刚段老师所讲的那个吃的这个部分 我每天都会看 因为每个城市都有不同的小吃嘛 我很喜欢看那个东西 那大陆的三四线城市 我看他们那个价钱啊 因为他们也都会报价钱 大概吃一顿 顿下来一碗面啦 或者说这样一餐下来就简单了 不是说很复杂的 差不多就是15块人民币以内 差不多就是这样一餐的成本 可是你如果是到那个北上广深 那都差太多了 北上广深 我看他们到那个比较有名的餐厅 比如不要讲北上广深 讲厦门好了 我看到有一个影片 有一个这个博主 是台湾人 他这个叫老高 专门在大陆到处去吃的 他去厦门的一家那个 那个居酒屋啊 去吃 他当然不是日本料理的居酒屋 他是这个台式的居酒屋 一餐吃下来 也要吃三四百块钱一个人 很贵啊 三四百还不含酒哦 四五百块钱一个人 所以就分消费 其实也蛮两极化的 其实厦门最有名的 应该就是虾面啊 那虾面现在一碗都要 二十二十五块钱以上的人 人民币了 所以这个 他们基本上 你说说如果说是三四线城市的话 其实我在两千年的时候 我还有 大概是2020年的时候 我还有去过 但是我在贵阳啊 贵阳吃一盘的 那个什么 那个 会饭的餐 那就要二十五块钱人民币了 贵阳可能贵啊 贵阳因为他是 但是贵阳是三线城市 贵阳是三线城市 那看你知道什么店去 我去过贵陵 贵陵我去吃他们 贵陵最有名的就是那个 宽调粉加豆角 然后呢 就米粉嘛 加豆角 然后他会加很多酱料 你自己加 酱料十几种 你自己加 这样一碗好像四块人民币 还是三块人民币 我如果没有 但那大概说六七年前了 那个对 那个是很早 很早之前的价码 现在价码应该 应该都是两位数以上了 但挺好吃的 因为豆角酸酸的嘛 对对对 挺好吃的 其实就我刚 我刚提到 也就是说早餐啊 他们年轻人 现在流行就是喝穷鬼咖啡 就瑞幸的啊 但是早餐的吃 要怎么解决 也就是晚上 他们吃完白人饭之后的话 去折扣零食店 去采买一些零食吧 那这个折扣零食店的话 基本上他们的那个品牌啊 都是次等品牌 也就是完全都没看过那个品牌 那顺便就会去哪里 去抢盲盒 这个盲盒是什么 是食物盲盒 就看不到的 看不到的 你买到什么就是什么 但价钱一样 也就是说 人家的剩菜剩饭啊 你给他包 给他包起来 这样子卖 当做第二天的这个早餐 我都会买那个公仔盲盒 对 他那个大陆年轻人买食物盲盒 那当然这是吃的部分 玩的部分 可能他们会觉得说 目前玩了 出国实在是太太麻烦 这是年轻人的讲法了 也就是说出国太麻烦了 其实在中国大陆有流行一个 比方说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小小马尔地夫啊 要不然就是小连昌啊 要不然东方小巴黎啊 这个其实在台湾也有这些名称啊 有啦 例如说 例如说中国大陆流行说 如果有看到海的 那大概就是小小马尔地夫了 有看到浪的话 那就是小夏威夷了 所以任何一个地方 玩还是要玩啦 对 不然太无聊了 这生活太太压力太大 最近不是放廉价吗 说开了12个小时还在广州吗 开12小时哦 还塞在广州里面 他出广州开12个小时 然后只有开100公里 哇塞 平均时速10公里 这是太可怕了 所以这些旅游的部分的话 现在的年轻人啊 其实基本上 如果跟台湾比的话 台湾年轻人应该非常喜欢自助旅游 但是中国大陆的 目前的年轻人 不喜欢自助旅游 为什么 因为跟团会比较便宜 跟团比较便宜 跟什么团呢 他们现在流行跟老人团 大妈团 老人的 老人团的话就是购物团啊 那购物团的话 他们说 我只要不去购物 那我享受去住的品质 还有旅游的品质就好了 导游会骂你啊 导游在游览车上会骂人啊 你们都不买 你们没有为国争光 其实那个中国大陆啊 中国大陆找 不然 我不晓得现在是不是也是这样子的 有一次我到西安去啊 那我西安我就去找了公车 要去看那个秦始皇陵嘛 那找了公车 好多人都讲说 就是坐二号 二号线路 就我上了二号线路的时候 大家知道说 那个二号线路啊 很多小巴啊 是呃 外面开进来 开到那个停车场去放的 他自己就印了一个二号线路 贴在上面 给你收费 这个 这个 自助理 他是私人二号 对 他是私人的巴士 结果他自己在那个 他自己的那个 那个挡风镜上 他也写上一个二号 所以 所以 呃 很多的公交车啊 在自助旅行的上面的话 都很容易受 呃 上便 呃 上当 受到他们这些的 所以要问清楚 对 你是私人还是公 真正公交车 他也不会告诉你啊 去西安一定要吃泡馍吗 你有吃泡馍吗 有有有 这个泡馍好吃 好 那回到台湾的话 段老师你怎么观察台湾现在年轻人 因为你也在学到授课 对不对 看年轻人看很多了 呃 讲白话一点 也就是说 呃 其实中国大陆的年轻人 现在很流行到小家的店家 也就不是像类似那种 7-11的店家去消费 反而台湾的年轻人 7-11挤了很多人 像我们学校啊 附近的那个便利潮商啊 哇挤了好多 好多学生啊 所以他们偏向于像那 类似那种比较 看起来 呃 洁白干净 或者是说可以呃 比较方便的店家 他们不会care钱 你们淡江附近很多 很多小吃摊嘛 小吃店嘛 对不对 对 那那那学生也会去 去吧 会啊 当然会去啊 对啊 呃 尤其是晚上的时候 对 那所以台湾年轻人消费 是比较 不会去选择 是不是 还是说 贵的东西 或者说 一般比较高消费 年轻人还是会 会比较 比较少 呃 我是觉得他们 不会去选择啊 也就是说 他们不会去 呃 去选择说 啊 我今天买的这个东西 价格是多少钱 反正呃 我就是有钱 我就是花在 要买这个东西的一个标的屋上面 嗯 当然我买到就就行了这样 OK 我觉得年轻人他的意思应该是这样子的 但是中国大陆现在的年轻人的话是跟以前啊 也就是说我们的印象中以前啊 中国大陆是非常土豪的 土豪 也就是说年轻人非常土豪 非常阔啊 嗯 现在不是了 现在不是了 真的是不是这样子 这几年景气不好 再加上那个疫情时候封锁 其实我觉得多少有影响 呃 根据2022年年轻人理财大调查 这是腾讯的调查 90后的跟000后的 这是Z世代的 百分之79.2的 也就是八成的 有投资过货币型基金 嗯 这这算是非常高的 货币型基金就那以前那个 呃 那个阿里巴巴他们搞的那个 就存钱的就 不只是货币型基金 也就是说这些八成的人 蚂蚁金服 货币型基金 还有债券型基金 等稳健型的一个理财投资商品啊 那如果这个我相对于 我来问我硕士班的同学的话 恐怕是零耶 那硕士班同学都都投什么 呃 我觉得他就是 就是类似炒股啊 炒股 炒股比较有名啊 OK 你去买那种稳电型的理 当冲就对了 对 所以很多很多年轻人当冲 冲到被告啊 是啊 所以你去买那个理财商品的话 可能会被笑啊 所以这两岸的年轻人在 之前的学生 投资上也大不同 其实之前学生都很流行说 我又买过期货 那个买股票那都是退流行的 对啊 就做个股期一口 对 买两张啊 我就像我都 联发科 我都个股期一口 就两张年发科啊 就给他买下去啊 眼睛都不要看了 是啊 所以 其实 我们 我不是年轻人啊 其实中国大陆 他的年轻人 目前你说 他说消费降低的话 其实啊 我们给他 说好听一点是 他们比较要求品质的 他的品质 现在要求越来越高了 其实也就是 因为环境的变化 大陆的年轻人 现在感觉到 更多的压力嘛 找工作非常难找啊 那倒逼消费 要冷静了 所以 所以年轻人 凡事的事嘛 内卷躺平 就是现在大家顺口溜嘛 对 所以我觉得 台湾年轻人算幸福啦 很幸福啊 太幸福啊 我几个 台湾年轻人爸妈 很照顾自己的子女 非常非常照顾 对 好 这个 大家去大陆 评评看 你就会知道不同的世界